天天话题之风华资讯 由Concord Pacific 协评世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天天话题江南大版风华资讯 我是主持人吴景 根据加拿大旅游局的统计 最近这几年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 喜欢到亚洲去旅行 而台湾观光局最新的数字 就发现2015年 台湾入境旅游的人次 是首度超过了千万人次 而为什么这么多加拿大人 现在愿意去台湾玩呢 那今天在现场 我们就为您请来了 两位旅游业界的专家 分别是中华航空加拿大 分公司的业务经理 李怡静小姐 欢迎您 另外还有来自新联华国际集团 的执行长曾诚智英女士 曾老师 你好 大家好 两位美女好 其实每次都喊曾老师 真的要念你的全名的时候 觉得有一点点拗孔 有一点点困难 对 想先请阿维跟我们介绍一下 说其实对加拿大人来讲 台湾旅游最大的吸引在哪里 其实很多去过台湾的朋友都知道 台湾其实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是台湾的人民 你不觉得我想主持人 美丽的主持人也去过台湾 其实很多朋友到台湾 他就告诉我 曾老师 台湾好吃好玩 什么都好 他说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台湾的人民 他说当到了台湾以后 过这个移民局的时候 就可以感觉 这个移民官非常的亲切 我想很多人就知道 到了加拿大 移民官跟到了台湾的移民官 是两个不懂的脸孔 所以第一道的给人家的印象 台湾的移民官非常的亲切 当你入境到台湾 开始旅游的时候 不管你走到哪里 你到餐厅 你到旅游景点 你到酒店里面去 你都觉得会让人觉得很开心 我们常常会感觉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见到面 然后你面带微笑 他面带微笑 你就觉得心情很开 很开 这个环境好像非常friendly 没错 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跟他打招呼 他好像面无表情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好奇怪 这个国家很奇怪 所以我说台湾呢 最美的一道风景线呢 是台湾的人民 那当然呢 很多人去到台湾 他讲说 哇 台湾呢 真的好好吃 很多人讲说台湾的小吃 对 水果 水果 对 我想你去了 也有很深的感受 对 其实对 其实台湾 你讲说台湾的吃 台湾的吃有太多太多 可能要先问一下 Joyal 其实我们看一下数字 又统计说呢 这个根据台湾观光局的统计说 过去三年来自加拿大的游客人数 是上升了两位数 而且是一直在乘一个上升的趋势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实 其实主持人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成长非常快 那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不管是政府跟民间的旅游业者 跟我们航空公司都积极地在推广台湾旅游这一块 那比如说去年我们也跟观光局合作一个 跟高铁 如果说购买机票 然后跟高铁的话 因为高铁它其实可以涵盖整个北中南 整个的旅游景点 所以不管是自助旅行 或是背包客 其实都很方便的 所以说在高铁的部分可以有折扣 所以整个景点 我觉得在整个台湾来讲 有分景点之旅 美食 刚才老师也提到有美食 那还有温泉 还有最重要是文化 那我觉得这几个都是非常吸引加拿大居民 不管是每个华裔的 每一个族裔的居民 全去台湾的一个非常可以吸引的景点之一 对 其实你讲到说有不同的旅游产品 你可以跟团 也可以自己背包客去 我记得好像当时有一次 我是自己去的时候 台湾有一种观光的线路 是一个bus线 对 好像是可以自己做的 对 这个我也可以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 台湾观光巴士 它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 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有什么警报 就是说它可以带每个的从饭店 然后带旅客到每一个北周南的各个 非常有助理的景点 然后他们也会提供解说人员 导游 这些都是他们已经合在里面的一个package 然后带每一个到北周南 这每一个景点它都会有停留 那看每个旅客的需求 好像这个名字是叫台湾好行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台湾观光巴士 那可以上网站 那我这边的网站是 台湾tourbus.com.tw 观众也可以上网去浏览一下 其实我还想再请教一下 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个曾老师 因为我知道像很多 像我自己本身 我是最初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那拿了加拿大护照 我知道我去台湾是不需要签证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 像我类似我的这种背景的 可能他是拿PR卡的 但是是中国大陆的护照 他又想回中国的时候 可能我顺道游台湾 那对这种就是在证件上面 他有什么需要 必须要了解一下的 对 我记得Joyce好像有准备的功课 我这边可以跟帮 就是老师这边也跟提供资讯给大家 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 就是加拿大 如果加拿大是护照的话 它是不需要签证的 到台湾只要停留时间不超过90天 它是可以不需要签证的 那如果说是永久居民 可是是外籍的护照 比如说中国护照的话 它是需要签证的 那签证我们所谓就是观光签证 那观光签证 它可以透过一个官网 就是TaiwanEmpathy.org CSAYVR去浏览 那可以在网路上申请 那网路上申请 它到需要面试 约台面试大概 网路上递件之后一个礼拜 它会有一个面试的一个预约单 那预约单确定之后 三天它会通知 所以整个的 整个的申请的流程 大概是两个礼拜的时间 工作时间 那如果我要是先回了中国 再去台湾呢 怎么办 我们现在因为是 如果先到中国 再到台湾转机的话呢 其实还是要签证的 那目前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有三个城市 中国的城市 目前是不需要签证的 就算转机也不需要签证的 有南昌 有昆明跟重庆 其实这个还是蛮好的消息 其实那曾老师 像你是在这个旅游界是 已经这个引领风潮这么多年 你觉得说加拿大人去台湾的话 会选择说我其实我不单单去台湾 我可能顺道周边几个城市 我都要一起玩一玩 对没有错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方式 很多人讲说我到这个亚洲 我顺道过台湾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台湾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只要顺道游 可能来个三天四天就已经很够了 所以它去了台湾以后 它会去香港 然后有的会到新加坡 有的会到马来西亚 就是周边的亚洲城市呢 它会一起去玩 其实如果说台湾呢 你去过第一次以后 你就会觉得 其实台湾可以玩两个礼拜以上 你每一个地方呢 它都是非常有趣 我就记得上之前我们去 比如说我们去洗泥江温泉那个地方 那你从台北下飞机 一站一站去玩 玩到泥江温泉 可能已经是第五天 第六天 然后你会觉得说 哇 每一天都非常的好玩 而且每天 正好可以放松一下 那个时候觉得有点累了 没错 然后你不觉得那泥江温泉洗起来 让到全世界有这么多温泉的地方 我们很多人说到日本去洗温泉 可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没有洗过真正的泥江温泉 我们讲说泥江温泉 全世界只有三个地方有 一个是日本的鹿尔岛 一个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嘉义的官子令 而且我记得呢 我们上次去洗的时候呢 这个温泉的这个泥江呢 放在手上放在脸上 洗完以后那个脸真的变得很白 所以你皮肤这么好 好像看来是有泡温泉的这个效果很好吗 没有错 那对男士来讲呢 可能女孩子都比较喜欢这种这个美容之旅 对吧 我去玩顺便游泉 那可能有些男士说 其实我不是很在乎 我还是想去 特别你看本土的加拿大人 他想去看看这种自然风光啊 那台湾有什么好的地方 哇 那台湾这个 这个我想你一定认同台湾的泰鲁阁 对 他全世界的人只要到了泰鲁阁 他就不想走了 他说那个真的就叫做鬼虎神功 你知道吗 泰鲁阁你随地这样看到那个河流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大理石 那我们一般说看大理石到哪里去看 可是在泰鲁阁呢 你几乎就是转眼到处你都可以看得到 你走在路上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大理石 好像就在铺在这个岩石上一样 所以呢 我很建议呢 如果去台湾的朋友呢 如果能到泰鲁阁去走一趟呢 你会觉得台湾的旅游景点真的是很棒 泰鲁阁大概是在台湾的一个什么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了解 这五个是在东北 对 它在东部 在花莲 那现在刚才老师有介绍 其实北中南 所以从北部 我们北部的台北市有101大楼 那是大家都家喻户晓的一个景点 那在东北角啦 九份啦 那东北角有女王风头 那个是也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叫野柳 对 叫野柳 然后还有台中就是有日月潭 这次有没有去过吗 对 好像我从小在中国念书时就知道 叫这个阿里山日月潭 所以一定要学习的 阿里山的一个火车头 对 所以北中南其实它都有非常著名的景点 那比较靠南部的可能比较适合加拿大人是哪些 其实我觉得都蛮适合的 我觉得肯定就很适合年轻人 对 年轻人很喜欢肯定 他其实之前都有举办不同的主题的一个活动 那比如说他们有 因为他是海边 所以很适合整个加拿大人去那边游 可以游水啦 可以游泳 对 冲浪啦 就是比较非常健康的一个户外的活动 那整个台湾这个英文的环境怎么样 可能有一些加拿大的朋友会说 我一句中文都不懂 我就自己去了 其实我的感觉在台湾如果说比较年纪轻一点的 一般语言普通的conversation都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说是外国人到了台湾 我相信英文是没有问题的 日文也没有问题 好像现在还有很多会韩文的 对 那广东话 看韩剧吧 对 广东话那就比较也稍微普遍一些 对 那么对这个温哥华这个市场来讲的话 比方说未来在这个航线和开发方面 Joy有没有什么可以介绍 其实在这个航线 因为温哥华在加西 它其实是一个亚太的一个 门户 人间的一个门户的给位 所以在给未来讲 我们其实是不管是我们在一个内陆之间 都是有跟其他的航空公司 我们有共用班号的一个合作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很看好 这一个温哥华的带出去到亚洲 甚至亚洲 比较台湾之外的 是非常看好的 好 谢谢郑老师 谢谢Joy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请您继续关注 再见